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ponsored Links 这些令 纳吉夫妇 坐立难安意想不到的变化事项 必看 从富商刘特佐回应反贪会传 照他协助调查的情况来看 他似乎愿意协助反贪会 调查SRC国际私人有限公司将4200万 令吉汇入前首相纳吉银行私人户口仪式 在反贪会发出声明 转找刘特佐协助调查后 知情人士想透视大马透露 刘特佐的律师已经致函反贪会 表明他们的客户乐于与反贪会配合及协助调查 不过 目前仍不清楚 究竟这名花华公子富豪会回到马来西亚协助调查 亦或是在国外与反贪会调查员会面 不管怎样 他改变态度 愿意配合调查 这一些变化 这一些变化已经令纳吉和其夫人罗斯玛坐立不安 这一对夫妇曾经先后被转召到反贪会 针对SRC洗钱案深入问话 Sponsored Lynx 虽说反贪会已经充分掌握对纳吉不利的证据 但是刘特佐的口供对纳吉在此案的形势 无疑会是强力一击 在纳吉掌权期间 刘特佐在国内一直都享受助勉于受到对付的好处 但是 郝景已经随着在5月9日那天消逝 因为在那一天 是他为心腹 亲信及捧党的人 已经失去了权力 当初 在纳吉依然首长大权的时候 政府部门及执法单位皆不曾认真对付这名来自槟城的商人 Sponsored Lynx 当局曾经开档调查刘特佐在一马发展公司EMDB所扮演的角色 但迟迟没有转召他回国 或者对付他 此外 也没有任何执法单位尝试拼凑所有的调查证据 然后对这个关联公司采取行动 即使美国司法部已经向全世界公布刘特佐 理查阿兹与一号官员通过一马公司展开数十亿的金钱输送活动 纳吉政府始终无动于衷 只要纳吉掌权 继续担任首相 那么政府就会对这宗案件不闻不问 当美国将纳吉和刘特佐牵扯在一起 两人看起来更加互相依赖 他们的命运互相影响且纠缠在一起 不过 这一切在5月9日 纳吉所领导的国阵倒台后 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新任首相马哈迪 上台宣布解禁一马公司稽查报告 至于刚刚接棒出任国家总检察长的汤米托马斯也强调 在此案中被发现触犯法律者 肯定会受到法律制裁 因此 这一切只是时间的问题 当刘特佐表明愿意配合调查 这也意味着 如今的他已开始为自己后路打算和驻想